纵观刘晓杰坎坷的感情经历 深知不是他遇人不输那么简单 刘晓杰长得漂亮 有气质 性格直爽 还有研究生学历 但他却在婚姻问题上屡次栽跟头 气得老母亲王宿敏怒扇起耳光 刘晓杰的做太致命 小敏家 原助理 无一例外 刘晓杰的三任公婆 都明显看不上他 前锋妈起初对刘晓杰很有好感 可惜也被刘晓杰亲手败光 徐正妈尤其厌恶刘晓杰 他坚决不让刘晓杰进徐家门 为了拆散徐正和刘晓杰 徐正妈软硬兼施 几乎疯膜 明面上看 徐正妈之所以容不下刘晓杰 是因为他离过婚 年龄还比徐正大 初读《小敏家》 这本书 觉得徐正妈不尽人情 必要棒打鸳鸯 破坏儿子的幸福 思想太古板 明完不化 重温小敏家 原著才发现 徐正妈看不上刘晓杰 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二婚女的身份 徐正爸妈的考虑 虽然扎心 但是很现实 刘晓杰不知道 他身上的这三个问题 才是拼死也嫁不进徐家的根源 刘晓杰的三段感情 全是高攀 小敏家 原著里提到 刘晓杰出婚嫁给了同兵 同兵是北京本地人 家境不错 而刘晓杰是外地人 虽然在北京副首付买了房 也依然不被同家珍惜 同兵爸妈优越感很强 不怎么看得上外来妹 刘晓杰 连带着王素敏 也被亲家轻视 这样的家庭 嫁进去 注定是要给自己找难堪的 可刘晓杰却草率地和同兵闪了婚 只因两人都喜欢打游戏 在游戏中擦出了火花 结婚之后才知道 刘晓杰和同兵根本生活不到一起去 两人除了游戏 再没有其他共同语言 精神上几乎没有交流 小敏家 原助理提到 同兵仗着自己条件好 完全不在意刘晓杰的情绪 甚至在和刘晓杰离婚前 同兵就找好了下家 同兵的背叛 足该打醒刘晓杰的天真 没想到三十多岁恢复单身的刘晓杰 并没有吸取教训 慎重对待感情 而是又闪恋了徐正 徐正 年龄比刘晓杰小三四岁 长相英俊 事业有成 方方面面都足以碾压刘晓杰 刘晓杰意识到了自己与徐正的差距 可还是奋不顾身 跳进了爱河 徐正爸妈 明确表示了徐家不欢迎刘晓杰 还派徐正表姐做说课 劝退刘晓杰 表姐话说得很明白 刘晓杰比徐正大 又离过婚 两个根本就不同步不协调 不在一个起跑线 刘晓杰反击 不同步的多了 不都过得挺好 女人高攀 注定了难以嫁遇男人 刘晓杰与徐正条件不匹配 才是她和徐正恋情受阻的癥结所在 小敏家原著提到 刘晓杰工作稳定 但升职无望 工作环境犹如主青蛙的温水 令刘晓杰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刘晓杰虽有研究生学历 但在这样的单位 混了几年日子 人变得安逸颓废了许多 30多岁重新折腾换工作 刘晓杰在职场中跳来跳去 始终无法稳定下来 而徐正工作体面有全款房 还和董事长的女儿有婚约 刘晓杰输得彻底 陈卓早就委婉提醒过刘晓敏 刘晓杰不是败在离婚这件事上 而是她的综合条件 在徐正爸妈看来 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地方 刘晓杰以为态度谦和 孝顺恭敬 就能让准公婆对她有好感 她恨不得给徐正全家族的人 都准备了见面礼 结果连徐正爸妈的面 她都没见到 初战受挫 刘晓杰很沮丧 其实她到最后也不知道 她努力错了方向 与其花心思讨好对方 不如先提升自己 让自己赢得对方的欣赏和尊重 才是聪明女人该做的事 刘晓杰有多着急嫁给徐正 听到前夫同兵结婚的消息后 刘晓杰就开始明示 暗示徐正 让她尽快把结婚提上日常 刘晓杰不想落于人后 尤其是不能输给前夫 可刘晓杰的用心 徐正不揭查 左耳金右耳出 徐正的态度 其实就代表了 她对这段感情的认真程度 刘晓杰感到焦虑 她又不好意思明说 她便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徐正的朋友 徐正间接被刘晓杰逼婚 才不得不送玫瑰花给刘晓杰 对她求了婚 刘晓杰最该看清的 不是徐正爸妈对她的态度 而是徐正本身对她有多坚定 恋爱没多久 就着急见家长 操持结婚 徐正爸妈对她不放心 是有道理的 刘晓杰和徐正 是基于颜值的一见钟情 两人不够了解就恋爱甚至是同居 而往往激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恋爱可以自由 但婚姻必须要慎重 徐正爸妈了解自己的儿子 知道他心性未定 喜欢刘晓杰就是一时兴起 刘晓杰同样也是冲动恋爱型 第一段婚姻就是闪婚闪离 到了和徐正恋爱 又是极好好的要结婚 这样的两个人 真的应该多相处一段时间 再考虑结婚 刘晓杰和徐正都该沉下心来 他是想想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刘晓杰经历过失败的婚姻 更应该谨慎对待感情 而不是火急火燎的就要嫁进徐家 如果两人等感情稳定了 再向家人摊牌 可能会是半功倍 徐正爸妈不愿意见他 他仍然对这段恋情 没有正确认识 明知道阻力重重 还偷偷和徐正同居有了孩子 这样不负责任的做法 既耽误了自己的人生 也害惨了无辜的孩子 与剧版不同 《小敏家》原著小说里 刘晓杰和徐正老家在一个城市 离得不算远 两人在北京相识 但老家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越是小地方 越容易滋生八卦和绯闻 刘晓杰的娘家 经不住打听 母女三人接离婚 在当地也算传奇 家庭了 王宿敏离婚 是因为老头子酗酒还家暴 王宿敏宁可一人拉扯两个女儿 也不再受婚姻里的气 并且余生都没有再找后老伴 刘晓敏离婚 更是不小的新闻 毕竟刘晓敏的前夫是厂长的儿子金波 金家也曾有头有脸 在金波这代没落了 刘晓敏离婚 在外人眼里有贤疲爱富的意味 王宿敏当年执意要让刘晓敏嫁给金波 是贪图金波的家境 在金家的帮扶下 王宿敏得以开上了商铺 这份贪隆负负的心机 早就坏了这户人家的口碑 到了刘晓杰这里 又是嫁了个条件好的男人 而后离了婚 刘晓敏和刘晓杰姐妹 两人相似的宿命 让人忍不住多想 徐家 不认可刘家的家教 强势的徐正妈 根本不会让如此家风下长大的刘晓杰嫁给徐正 更何况 徐正和雷雷 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 雷雷的父亲是董事长 徐正家里能结识这样的人脉 可见徐家不简单 徐家在婚恋上择忧而娶 没有错 刘晓杰却不愿面对现实 非要死磕徐正 被徐家人轮番言语羞辱后 仍然和徐正未婚同居 如此轻浮 真的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 小敏家 原助理 陈卓对徐正说了实话 这个话我只能跟你讲 我跟小杰 跟小杰的姐姐都不能说 在你们家人看来 你跟小杰在一块 那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是拉低了阶层 可 其实结过一次婚算什么 年纪大几岁算什么 都是借口 领导女儿就不一样 唯有陈卓 看清了刘晓杰 嫁不进徐家的真实引擎 在徐正家人眼里 没有任何优势的刘晓杰 是拉低了徐家的阶层 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 徐正和刘晓杰 终是没能抵抗得了压力 两人心力交瘁后 一拍两散 徐正迅速找了个国外的女朋友 结婚生女 他从来都没有认准刘晓杰就是他非娶不可的女人 刘晓杰的一厢情愿 太尴尬 徐正不仅是个妈宝爸娃 在感情上也并不专情 刘晓杰因这样的男人毁了名声 还差点葬送后半生 真的太不值 书中刘晓杰有钱锋为他托顶 不介意他离过婚 还带孩子 真心想娶他 而现实中 徐正常有 钱锋才最稀有 刘晓杰们 是时候清醒过来了 与其高攀男人 不如先修炼自身 同样是离过一次婚 姐姐刘晓敏远比刘晓杰清醒 离婚后 刘晓敏没有立刻找新欢 而是潜心提升自己的能力 小敏家原著小说里 刘晓敏在中医学上颇有建树 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副主任医师 口碑极佳 他足够优秀 才能匹配得上同样优秀的男人 刘晓敏在择偶这件事上 很聪明地选择了条件般配的陈卓 两人势均力敌 所以感情才长久 刘晓杰早该认清 这才是最扎心的现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